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传二胡世界 最近又蒙了一把整筒 整拖的老红木二胡 那这一把 之所以把它做成影片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 这一把琴 以及这一次在蒙皮制作的时候的一些 想法 还有一些发现 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一把的木料 这一把的木料是老红木 那很特别的是 它这个整筒的木头 它是金芯 就是老红木里面带金芯的整筒 整筒里面带金芯的很少 一般我们都是从那个拼板里面 找出金芯的木块 木板 然后再把它拼凑而成 让它有一个整筒拼板的金芯 那它这个是整筒 整筒的金芯 那在影片最后会有 照片能够看得出金芯的 分布的一个照片会比较明显 我们录影光线折射的关系 会比较不明显 这个就是很 木料很特别的地方 是整筒拼板 那它这个整筒的那个材质非常的好 那实际上现场的颜色比影片里面的颜色更深 因为影片里面有现场灯光的反射 那再来是它的底拖也是一体成型拖 它的底拖也是金芯 那情感也是金芯 所以这个蛮特别的一个金芯 整筒整拖的老木 那在于这个整筒整拖的一些 读到处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过 我们就稍微简单复习一下 就是它的共振方式跟六角拼板是不同的 那它的共振的完整度跟高抗性 也跟六角拼板的都不一样 那它会有它自己的读到的一个特色 跟操作的一个回馈的反应 那同样的我们也把它弄上了一张非常好的皮 非常的结实 那这一次在蒙皮制作的时候 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想要让整筒整拖的这种琴 发挥到最好的一个音响音色的效果 那究竟要怎么做 因为整筒跟六角拼板 它本身琴筒 一个是整块木头下去挖的 一个是六块板下去拼的 实际上它共振起来的物理现象本身就不一样 那如果一样是照六角拼板的蒙皮方式下去处理 对于整筒不见得是适合的 那既然不是适合的 就很难发挥出原本整筒琴 该有的一种琴的性能跟琴的音色 所以在这边我思考了许久 做了一些研究跟尝试 所以这一次就是决定再做一把整筒琴来 试试看在这一方面的尝试跟突破上 有没有新的进一步发展 那这一次我是希望能够把整筒琴的音量做得比往常的整筒琴更大 那声音的结实度跟穿透力也要比以往更好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高亢 集中有力而且音量大的一把心琴的状态 但是它一定不是闷的 一定不是熟琴 熟琴就是已经拉好几年 那种声音已经熟了那一种 不是的 我们心琴还是该有心琴该有的声音 为了琴的后续发展越拉越好 或者是使用的寿命能够久远一点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皮膜扎实才行 要一个扎实度 那这一次除了扎实度以外 就是很想要把这个整筒琴的音响效果给最大化 把它做出来 看整筒琴能够好到多好 原本的整筒琴的音响效果就已经比六角拼板好上许多 那这一直在想说其实它应该可以更好才对 所以这一次就做了一些调整跟皮的制作方式有改进了 也不是改进就是用了其他方式来做处理 也期待等一下装弦适音之后能够有预期的效果 好那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首柯南芬老师所演唱的一首乐曲叫做港督炼歌 那这首港督炼歌就是也代表着早期台湾 特海郎就是渔悦的这些渔民生活上的一些社会的一个现象 那这首曲子本身的旋律线也非常好听 那这首曲子适合演奏在俄谷上的调降低调 米西弦 那我就一句一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用来分享这首曲子就是我们在影片中提到的是整筒老虹目 整筒整坡 那在皮膜制作的处理上我们做了一些改变跟进展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整筒二胡最实际上的一个共鸣效果 那原则上蛮成功的相当的成功 在前一部影片中我们把它用在传统六角拼的非洲子弹二胡上 也获得相当大的一种效果 那我们现在把它使用在整筒二胡上的制作 发现原来整筒二胡在共鸣完全出来之后 对于音量以及共鸣跟音色的集中度上以及音质上的帮助非常的大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整筒二胡真正的一个声音的实力 好,我们先来看这首曲子 好,那第一句呢,它就是很平铺实处的 从这个第一把位的最低音收 那我们一进去可以踩一点螺旋 那二指下钩 三指外旋拉 二指带回来咪 螺旋 然后带到拉 下来到收 收咪了这换吧 抖RE MI 十指往上钩 RE MI可以做一个十指滑奏 螺旋 好,我们再看一次 然后第二句呢 然后第二句呢,咪 我们左手就回来 二指下钩 二指下钩 二指上 二指下钩 二指下钩 十指到拉 好,这一句再看一次 好,这一句再看一次 我选择用内弦下钩 好,我们再看一次 好,这一句我选择用内弦下钩 好,我们再看一次 一进去就RO 内弦三指咪 二指拉 一指拉 三指拉 二指收咪 好,我们可以上来 再一指 再次 B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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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看一次 Boff 解决 选择用内弦下钩 B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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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可以从第一把位 换把三指 二指送咪 一指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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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锐 好 等下一次 这一首就是港督练歌的一个会降低雕之后 大家可以玩完老歌的话 可以拉拉这个曲子 练练柔弦练练练曲子的味道 那在这首曲子的运功 就是功速上不要太快 我们希望它能够沉黏一点 音色跟音色之间能够沉稳一点 所以我们的运功会比较缓 会这样比较缓 我们不会是 我们不会给到这么多 那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听到 这种枕筒枕拖加上不同的蒙皮方式之后 它整个共鸣的效果完全的产生 极大化的一种二谷的琴统共鸣 以音量的倍数来讲 它会相当于我们一般制作手法音量的将近有 1.5倍 假设说原本的音量是8的话 这个音量大概有到20几了 所以它整个共鸣的状态非常好 而且声音非常的集中 完全都不会散掉 这个就是在整筒枕拖二谷上做了一个蒙皮的一种别的手法 所以让这个琴能够发挥很大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种子对于整筒琴来讲的成效才是更好的 那当然这样的蒙皮方式也可以用在传统的六瓶上面 效果一样非常好 就像我们前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的非洲子坛的那一把木头二谷一样 那一把二谷也是用心式的这种蒙皮方式 造就出非常大的音量跟共振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会想说下把位当然没问题 共振好下把位一定很有帮助 我们看外弦 好内弦 每一个位置基本上都可以出很棒的声音 好那我现在就完整的把港都练歌这一首把它拉一次 好那我感觉 好那机会 好那我这样就能给你 好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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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去了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